大家好 前面我关于那个 马基山的一个 电击参数的一个调试的问题 调整的问题 大家讲大概讲了一下那个麦充电击电击那个是 参数设置一些问题 常见了一些问题 这些麦充电当量速度加速度怎么设置的问题 上一章节已经讲过了 现在这一章节的主要是要讲一讲 这个机器 实际上那个 我们的机器装好之后 还有一些问题要常常见的问题要处理 一个就是我们的 每个轴的运动方向的问题 因为电击不进电击的 a b 向 接法 和以及不进电击 有一些那个 其他的式子的问题啊 就是启动器上面的方向设置啊 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 都会 都 这就是结构的问题吧 电击专的方向 各个方面 各个问题 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电击实际上的那个运行方向 不是 我们所想要的 就是我们 自己想想要的效果 对不上 这种情况下需要调整一个电击 运动方向的问题 一般请问下电击 运动的时候我们先一个轴一个轴的调 呃 呃 我们说的 一个轴正方向 一般是怎么说的呢 实际上是 我们要看的 不是 机器 呃 一个轴的运动呢 比如说我这个轴 是一个立柱式的话 我要 一个轴的平台向 向右移动的话 平台向右移动 实际上它是一个副方向移动 为什么是向右是副方向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常规的习惯性的话 应该是向右应该是正方向啊 实际上我们应该看的是 刀尖呢 就是说我们的主轴的 那个 加持的刀尖 像相对于台面 相对于运动的方向 你看我这个 我把 自己的那个 比如说把自己的再移动下来一点 他刀移动了 相对于平台 是向左是向右 一般的 刀尖 相对于平台向右 是正方向 还是走的 这个 正方向 往这边移动 是副方向 这个方向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所以这个方向是对的 假如说我们 把那个方向 设置的不对啊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 设置 我的电机输出这个方向 我打个勾 他会怎么样呢 现在呢 我再看一下 调一下我的机器 我让他坐标轴 先看坐标的啊 看坐标是正 数值是不是往正的方向变动 这是真的 我先清一下你啊 当然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正的 对吧 这是负的 但这个方向对不对了 大家看一下啊 我点正方向 实际上刀尖是在往 方向移动的 所以这个方向是反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把那个 我们刚才调试的地方 调整的地方 这就是设置 当时针角 电机输出 这个地方有一个 DIR漏 把这个地方打 勾打插 我们再看一下 再复位 这种情况下 我的机器 点 拉个轴 正方向移动 正直呢 我们再正往正的方向移动 那看一下刀尖是往哪方向 对不对 他是刀尖是相对于平台 是往右 实际上机器的平台是往左 这是相对的一个运动方向 这个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理解 要不然的话 闹出笑话说 我打出来的东西怎么是反的 然后加工的东西怎么是反的 实际上是你的 X轴的 运动方向 你定义错了 另外就是 Y轴也是一样的 Y轴的话刀尖 相对于平台 向下的方向 一般是负方向 刀尖 相对于加工平台 加持平台的 向上 是一个正方向 所以这个方向的调整 大家注意 理解一下 另外就是说 我们经常调机器的时候 中间会卡住不动 那怎么回事呢 一种情况是电机的速度 设置 够高 电机带不动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的电机 或者说你机械结构 有地方卡住了 你要找出原因 电机带不动的话 你要把那个驱动器 电流调大 也不能够调到最大 因为调到最大的话 你可能电源带不动 所以你要走不走去调调 你要是说机械方面 没有问题 只是启动器的电流 小了的话 你可以去调 要是电流不够的话 肯定是带不动的 他就往上走 咔咔咔咔咔的响 丢步 对吧 这些 常常规的一些知识 大家要掌握一下 要不然的话 你在使用过程中 一些问题 自己没法解决 好这里我就 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